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胶》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408集 诈尸 扶星动作间 一只手破关而出 颤颤巍巍地举起 然后软软落下 扶住了棺果的眼 紧接着 一个浑身是伤的姑娘 从棺果里坐了起来 扶星扯着嗓子就是一声叫 扎尸了 那姑娘被声音惊动 努力地抬起眼皮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来 嘴角鼻里全是血 那只扶在棺果上的手 朝扶星的方向伸来 救我 救我 沙眼颤抖 虚弱而充满绝望 说完 他伸向扶星的手 啪的搭了下去 整个人又栽倒在棺果里 扶星吓得是小脸清白 战战兢兢立在苏青身后 主子 是人是鬼啊 苏青 抬起一根手指 指尖向上 指了指头顶的烈日 这大中午的 要是鬼 怕不是灰飞烟灭了 是人 说着 苏青靠近棺果 福星小心翼地跟在身后 主子 好好地 他躺棺材里干嘛 就在苏青要回答之际 福星悠悠补充 这是我的棺材 苏青欲咬出口的话 顿时闪断在舌尖 抽着眼角 回头看福星 福星小脸依旧发白 迎上苏青的目光 格外真诚地点了下头 我的 苏青 他能说什么 深吸一口气 转头去看棺材里的人 浑身的伤 看上去像是被鞭子抽的 腰尖挂着玉佩 这玉佩瞧着倒是眼熟 将军 这是云王府的玉佩 立在一侧的平阳军 在苏青皱眉的一瞬 回禀道 就是因为发现 此处躺着云王府的人 他才立刻去回禀了苏青 苏青盯着那玉佩 面色渐渐肃重起来 云王府的下人 腰尖都有一枚 雕刻着镂空花纹的云子玉佩 这玉佩的质地 是其在云王府的身份地位而定 越是等级高的下人 玉佩的质地越好 眼前这姑娘 用的玉 该是杨智玉 虽然算不上多好的杨智玉 可她一个下人 能用到这样的材质 可见地位 云王府不是进京途中 因为云王妃身子不适 暂时休憩在真定义战吗 他们府里的下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出现得这么巧 偏偏就让他看到 苏青向来秉信一句话 世上断无无缘无故的巧合 眼底神色闪过 苏青朝那平阳军导 盖上盖 给他留点缝 别把人给误死了 连人带棺材 带走 说完 苏青一脸平静地转头离开 复兴巴巴地 瞧着那棺果 立刻跟上去 主子 为什么要带他回去 不带回去 怎么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复兴一皱眉 主子 您的意思是 这是云王府刻意安排的 苏青扯着嘴角笑道 等回去就知道了 复兴小嘴一扯 又到 主子 您为什么要把卢家的人都带走啊 都带走 拿他们威胁谁去啊 苏青转头 正没看着复兴 你能直起身子走路吗 鬼鬼祟祟的 怎么这么猥琐 复兴 小眼神充满警惕地回头 看了一眼的棺材 小的这不是怕他再炸了 苏青 都说了那个是人不是鬼 福星咧嘴笑笑 小心使得万年船 苏青 带走卢家的人不是为了威胁谁 是我要不带走他们 他们迟早得被杀光了 你小心点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猥琐的贼 怀里抱着一只鸡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偷鸡贼呢 翻了福星一眼 苏青压低声音道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嫁祸给他 谁让他杀人如马呢 抢了他的银子 还嫁祸他 真是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都以为这杀人如马只是个噱头呢 捏了捏拳头 苏青抬脚出了卢家大门 这一项 苏青带着卢家人并两口棺材 浩浩荡荡地回平阳军 知道的只是带了两口棺材 不知道的 以为苏青为了泄愤 连卢定中和卢辉的尸体也不放过 一时间 各种各样的流言 在京都附近 沸沸扬扬地传开 那乡 随着苏青进京 一道灰色的身影 从京浇密道 回了大皇子府邸 花园中 大皇子端着一盏茶 悠哉地坐在花枝暗影下 灰衣人急急走近 大皇子搁了茶盏 如何 灰衣人道 殿下 我们连没有煽动成功 真定的百姓 大皇子悠哉地面色一脸 脸上带着三番不悦 蠢货 灰衣人断了一下刀 不知为何 真定的百姓格外护着九王妃 我们人才刚开始煽动 百姓们就动手揍了我们 为了不暴露身份 大家没敢动武功 可能帮百姓却很彪悍 把他们打得 大皇子撩起眼皮看过去 灰衣人抿了抿唇 惨不忍睹 大皇子 他一帮训练有素的暗卫 被一群蠢驴百姓打得惨不忍睹 真是够窝囊的 没好气 大皇子抬手 在一侧的石桌上重重一拍 灰衣人去着大皇子的神色 迟疑了一下 又道 九王妃把卢家的人 全部带走了 带回了辟阳军 大皇子阴冷一笑 他倒是机智 居然把人带走了 一起带走的 还有两颗棺材 大皇子一愣 他把芦荟和芦定中的尸体 也带走了 这么变态 灰衣人摇头 是两颗空棺材 空棺材 面对大皇子的不解 灰衣人便把当时浮行 逼着卢家人给他棺材的事 说了一遍 大皇子 听完懵了 什么情况 逼着人家给他棺材 这 有病吧 确定 是空棺材 灰衣人点头 确定 一定是卢家人为了泄愤 里面装置苏青的牌位 一口是卢家老太太 原本自己要用的 福星逼着卢家人要 卢家人就把这个给了他 大皇子只觉得有点喘不上气 要棺材 苏青不是个蠢人 他这么做 一定有这么做的目的 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起身 躲步在树荫下 大皇子拧眉神思 而这个时候 真定的何家人 已经聚集到皇宫门口 都说宫门口不得大肆喧哗 何家人却是又是叫嚷 又是辣横幅 甚至还有人发传单 四下为官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手里都拿着一张建方的小纸 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字 大概就是卉妃的儿媳妇杀了卉妃的兄长 卉妃不仁不孝 为了包庇儿媳妇 宁愿让兄长死不瞑目 主子 听说有人还没有点订阅呀 是 福星 上鸭鸭 好嘞